轰炸机 轰炸机是向来都是一种作战力气,有了轰炸机,战争的时候往往可以占到优势。 相反,没有轰炸机的话,作战就会变得很被动了。 今日,俄罗斯媒体透露,中国已经进入轰炸机20的训练测试了,将会完全的代替掉曾经的轰炸机轰优。 可能会在2025年正式列入军队,至今,中国空中作战,目前存在两类轰炸杯机,分别是轰副6和图四轰炸机。 其中,图四是上世纪的时候,苏联提供给我们中国的,早在60年代后,苏联就已经不再使用图四了,然而中国却一直使用轰六,也就是图四的升级版。 直到80年代,轰六相对于图四,是一款改装配置过后的轰炸机,虽然各项性能都有所提升,但是,它的基本构架设计,还是没有很大的变化。 俄罗斯媒体还称,中国从无到有的设计战略的轰炸机,并且保留了国外先进的构架设计,在原有的基础上科技创新。 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方案,当然,这样的设计也会带来一些隐患,比如时间气性问题。 轰炸机20虽然很厉害,但是构造复杂,所以要生产的话,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。 深处西安的飞机工业集团就是中国代表的轰炸机生产基地。 它们表明,轰炸机20的设计是真实存在的。 轰炸机20飞行性能平稳,去豪能力强大,是成远达5000公里,并且还有很强的隐身技术。 但是目前面临着的问题是,轰炸机20的构造复杂,如果想要扩大飞机的生产,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困难。 因此,轰炸机20的计划,不是一个短期的方案,而是要长远考虑。 这些轰炸机,将会在2025年之后,才会开始生产。 所以,我们想要看到轰20的话,还得等到2025年之后了。 作为中国自己的轰炸机,想必大家都很期待吧。 谢谢大家